太阳花学运满十年 当初占领立法院24天的20岁大学生 如今都已进入儿立之年 许多药角走入政坛 历经多方转折 包括林非凡曾任民进党秘书长 原本要转战国会 但是却因为民进党MeToo风波 监督不周下台 黄国昌2020年未能续留立院 2023年转投民众党后重返立法院 另外林长佐、赖品渝也都曾选上立委 本届国会胜利军还包括吴佩义、黄杰 都是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 律师在中强则选择持续以民团身份监督 在两岸议题上无意不语 另外参与太阳花的艺文界人士 也留下抗争足迹与作品 受到太阳花学运影响深远的香港反送中 2019年港人占领立法会达三小时 拒绝送中条例 运动同样受到外媒高度瞩目 然而数据显示 至今有超过10200名港人 因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被捕 其中2937人被控涉及暴动 非法集会和刑事毁坏等罪名 多名香港议员和民主人士陷入黑牢 港新王宗瑶也因为进入立法会 将充电器交给现场记者 被判入狱六年两个月 让粉丝感到震惊与不舍 台湾艺人柯宇伦发文感慨说 两人2005年还一起合拍电影 难过的是 他们同样进入立法院 今天台湾可以平安度过太阳花10年 但王宗瑶却不行 因为他进的是香港立法会 10年前就选择的站在香港人一边 王宗瑶终于信念 他在判决前写给法庭的信上说 相信无论刑期有多重 日后仍然会怀着一颗最真诚心 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人 希望香港会走得更好 会走得更远 西唐人雅力电视 陈辉摩 陈珍 台湾台北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